凌珠一定歪去了皇娘的旨意 凌珠的胆子太大 竟敢私自对你用心 朕一定不会饶过她的 皇上 其实皇上回来 应该先放下手中所有的事 去给太后娘娘请安 皇上也要帮小婉 向太后娘娘谢恩 谢太后娘娘对小婉的救命之恩哪 小婉 你不怨恨皇后娘吗 要说一点都没怨恨 那是假的 可是太后娘娘 是皇上的亲额娘啊 小婉不想怨恨太后娘娘 小婉 你真是 让朕感动啊 朕的小婉不愧是冰雪聪明 朕的小婉不愧是冰雪聪明 朕一直在想 皇娘她 朕的没有责打你的意思 只是一场意外 所以朕希望你不要怨皇娘 好吗 皇上 什么都别说了 赶快去秦宁宫 给太后娘娘挺安吧 只有皇上和太后娘娘和睦相处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啊 你不愧是冰雪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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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人 个个都是狠辣之辈 尤其那个蓝贵妃 比毒蛇还毒 可可 皇上一定会惩治她们的 一定会的 朕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英格 朕走了 你不愧是冰雪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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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灵珠的过错 朕一定不会轻饶灵珠 若不是皇后娘 您及时派金太医过去探视 估计小婉 就死在她手里了 灵珠肯定有大过 索尔纳恐怕也要负些责任 额娘提醒皇帝一句 皇帝一定要好好听听他们的解释 别急着给予严厉的处罚 尤其是蓝贵妃 还涉及到郑勤王一家 皇帝要明断名审 妥善处置 皇娘放心 儿子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儿子会秉公处理的 皇帝对额娘 同意几位嫔妃去南院的事 一定心存芥蒂 额娘承认 额娘对索尔纳和灵珠说过 如果董小婉自愿出宫的话 不妨让她留个信条给皇帝 妥善平息宫中的风波 额娘没想到 灵珠竟然对董小婉动行 额娘知道之后 立刻就令金太医去探视 皇帝娘 这就是蓝贵妃她们滥用您的旨意 心个人之思 皇帝娘让小婉出宫的心情 儿子很难理解 儿子希望小婉经过这次折磨之后 皇帝娘您能真心同意小婉留在宫中 儿子也一定会遵守 与皇帝娘的三条约定 嗯 好 好 额娘听说皇帝亲手射杀了一只猛虎 真是可喜可贺 同行的大臣们都钦佩不已 皇娘 这临终的蒙虎不足未居 倒是这朝中的一些大臣 比蒙虎更厉害 就拿如何承治灵书这件事情来说吧 都要皇额娘亲自嘱咐儿子 便可足见这朝中大臣 比蒙虎更甚 皇帝娘 还能提供 多余思维 不愿意 这次女的妈妈 是 这次女的妈妈 是她适合的 她是有的 她是一样 她是一个女的妈妈 她是一样的 她是她说的 她是女的 女的妈妈 这件事情都是皇后娘娘亲自安排和指挥的 皇上因为疼爱臣妾有加 皇后娘娘一直对臣妾心怀记恨 倘若这一次 臣妾没有照着皇后娘娘的旨意去办 一旦皇后娘娘恢复了肩票 臣妾一定会被置于死地的 苏尔纳她为何要这么做 你跟朕解释解释 皇后娘娘对皇上带董小婉入宫之事 非常地愤怒 说皇上任性胡来 皇后娘娘还表示 要不是因为她被停了肩票 她一定会亲自去解解董小婉的事 必将她赶出宫去 可是皇后娘娘已经被停了肩票 所以只能让臣妾出面办妥此事 皇后娘娘还说了 皇后娘也支持这件事 也希望董小婉能够尽快出宫 全是需要的 不需要 苏尔纳 ellschaft 没捍搞是 这一天 姓妇 不要 若你假戒旨意 想要陷害皇后 你知道该当何罪 朕会将你打入冷宫 让你永无出头之事 皇上 倘若臣妾假戒旨意陷害皇后娘娘 那臣妾 也不用去冷宫给皇上添堵了 臣妾愿服毒酒自尽 好 好 你嘴硬 索尔娜的嘴更甜 朕倒要看看 你看他到底谁最硬 看一看 你跟索尔娜 到底谁更该被打入冷宫 喝下这杯毒酒 英格 奴司在 你现在去把索尔娜和贤妃给朕叫来 朕要让他们当面对峙 撤 等等 把刘光才也带来 刘光才熟悉后宫的情形 神爱也有经验 朕要先分别审问他们 然后再让他们当面对峙 撤 平儿 本宫叮嘱你的事 可都记清楚了 皇后娘娘放心 平儿死死记住了 贤妃娘娘来昆宁宫 并无求娘娘口欲手欲之事 只是 向娘娘禀报了南苑的情形后 便离开了 好 有人若是要问起来 便一字不差地这么告诉她 等到事情过去后 本宫便要重重赏你 本宫要提升你为答应 让你也走回珠子 不可不可恢复中宫尖表 甚至是想让皇后娘娘 不过 你要是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 或一个字 你这条小命可就没了 听明白了吧 娘娘放心 奴婢绝不会说错一个字的 这个灵珠 她是想将本宫也装进去 让本宫不可恢复中宫尖表 甚至是想让皇上废了本宫的后卫 灵珠啊灵珠 只可惜啊 本宫早已看穿了你的恶毒的心思 本宫给你下的这个套 你永远都甭想解开 你完蛋了 皇上定会将你打入冷宫 将你囚禁在那生不如死的冷宫里 只求一杯毒酒 解脱苦海 皇上 臣妾跪了好久 跪得好难受 可不可以让臣妾坐坐 好了 别哭了 朕刚才说你仰仗娘家的权势 并非实情 朕之前很喜欢你 那是因为你确实比其他的嫔妃 更聪慧更有才情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令朕吃惊 令朕心痛 皇上 臣妾跪得实在难受 而且臣妾还有极其重要的话 要对皇上讲 可不可以让臣妾坐下说呀 这个朕想听听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今晚必定会连夜审问皇后娘娘 还有兰贵妃等人 这后宫必定紧张热闹至极 我看这皇后娘娘的凤位 怕是保不住了 皇后娘娘被废 主子的妃位 没准能生一个呢 这个心不想那么多 慢慢来吧 一进宫便出这么大的事 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若是兰贵妃也能受到点什么惩罚 那倒是挺让人舒心的 对了 主子在慈宁宫挨了太后娘娘的训 似乎并不害怕 本宫不怕呀 本宫有皇上撑腰 再说皇后娘也觉得我没心没肺的 虽然是训了几句 但是她还是很疼我 元儿 你现在就去派人备教 我现在就去看董小婉 主子真的要去看董小婉 您想好了吗 太后娘娘她会 云儿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啊 本宫这次 也是豁出去了 索尔纳被停尖表你不知道 她还有什么权利指使你去打人 你不要把一切都推给索尔纳 朕凭什么就相信你说的 皇上一定要相信臣妾 倘若臣妾有半句假话 天打雷劈 皇上一旦恢复了皇后娘娘的中宫肩表 我们会看到 皇后娘娘会更猖狂 恐怕会做出更出格的事 所以臣妾决定 冒着惹怒皇上的危险 还是要将皇后娘娘揭露出来 让她的险恶用心无法实现 皇后娘娘的险恶用心 你这话好重啊 索尔纳急于恢复肩表的先情 朕是可以理解的 你快告诉朕 索尔纳究竟有什么险恶用心 皇后唆使威逼臣妾 让臣妾出面责打董小婉 目的 是为了让皇上 将臣妾打入冷宫置于死地 这个索尔纳实在是太可怕了 母仪天相 简直就是笑话 皇上 臣妾本来 也不希望去责打那董小婉 是迫于无奈才有此举 委屈了小婉姑娘 臣妾愿意受皇上任何责罚 你的解释听起来颇有道理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索尔纳就别想恢复他的中宫肩表 不过 朕希望你能够说真话 不然 那可是欺君之罪 皇上 臣妾对皇上忠心耿耿 绝对没有丝毫的欺瞒哄骗 这次臣妾去南院教训董小婉 也是为了与董小婉演一场苦肉计 臣妾有另一个目的 是为了让皇上心爱的女人 可以留在宫中 与皇上永远地相爱相守 林主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朕不相信你说的话 你必须跟朕解释清楚 到底何为苦肉之计 美女怎么又来看姐姐了 美女怎么又来看姐姐了 姐姐 妹妹是怕你担心妹妹受罚的事情 所以特地来让姐姐看看 如今 皇上正在审问加害姐姐的人 妹妹也想同姐姐一同高兴高兴 看妹妹这脸上是伤得不轻啊 太后娘娘一定是怒发天威 责罚妹妹了吧 皇娘 她的确是怒发天威 令妹妹自己打了好几个耳光 皇娘还说 以后都不让妹妹再和姐姐来往了 既然太后娘娘下了这样的旨意 那妹妹何必要冒犯天威来看姐姐 妹妹快回去吧 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惹祸上身了 姐姐 妹妹昨天晚上想了一宿 妹妹决定在这个时候 要和皇上还有姐姐同心同德 姐姐 你说你这么好的人 妹妹若是不亲近你 那我还要亲近谁呢 妹妹相信 总有一日 皇娘她一定会接纳姐姐的 到了那个时候 皇娘也一定会原谅妹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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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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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皇后娘娘传的口语 才让兰贵妃娘娘 责罚姐姐的 若真是这样的话 皇上她一定会废除皇后 还姐姐一个公道 倘若兰贵妃娘娘 是假借皇后口语 来加害姐姐 那她必定会受到 严重的惩罚 总之呢 这加害姐姐的人 必须要受到严惩 可是皇上 竟然为了这种事废后 这事情也太大了 该怎么办才好呢 皇上怎能相信 兰贵妃和贤妃的话 动不动就把皇后娘搬出来 朕不怕 朕不去这一套 朕告诉你 这件事情 朕一定会查明真相 有关人等 一个都跑不掉 你听清楚了吗 对了 皇上 臣妾方才想到 臣妾的贴身侍女 平儿当时也在场 皇上可以问问 平儿当时是何情形 平儿也在场 你为什么不早说 臣妾压根也没想到 灵珠胆大包天 竟敢诬陷臣妾 也没想到 找人证的问题 臣妾方才突然想到 平儿当时也在场 皇上 有仁政就好办 这是皇上亲审的案子 谅那个平儿 也不敢说假话 万岁爷 奴才审问宫中的奴婢 是很有一套的 把平儿交给奴才去审问 您干可好 好啊 刘光才 那你就好好地 替朕审审平儿 奴才领旨 英格 奴才在 你可以把皇后先带下去了 う その身份 CIA 皇上 楓 有 诱惯 是 虚 什么 天 啊 他们 是否提及过 跟皇后娘娘要手谕或口谕之事 贤妃娘娘提及过 贤妃娘娘说 董小 董主子很强硬 兰贵妃娘娘请她来 要个手谕或者口谕 以便教训董主子 那皇后娘娘是怎么说的 皇后娘娘是否答应 给贤妃娘娘和兰贵妃娘娘 口谕或是手谕 并未同意 皇后娘娘断然拒绝了 贤妃娘娘的请求 皇后娘娘说 她已被皇上停了中宫监表 她无权立下手谕或者口谕 贤妃娘娘便立刻走了 平儿 你并没有跟公公说实话呀 公公 奴婢说的都是实话呀 平儿 这是万岁爷亲身的案子 其万军的分量你当清楚 你若说了实话 可以保住你的性命 也可保你二十几口家人的性命 和平安 留公公啊 留公公 你可要审出真话呀 你要审出真话 往后本宫一定对你和颜悦色 尊重有加 平儿 本宫与你无冤无仇 你可不要乱作证啊 你可不要陷害能公啊 公公 我是宫里人 为何要同我的家人牵连上呢 你可真幼稚啊 你未曾听公公刚才说吗 这是万岁爷七审的案子 欺君之罪 那可是要我株连九族的 公公 你不可逼奴婢说假话 奴婢怎能说假话 做假证 害皇后娘娘呢 别跟失了事的皇后 继续过着那种 脾心吊胆 恐惧万分的日子嘛 公公 你不可逼奴婢 别喊了 这是御书房 你找死呢 平儿 平儿 娘娘现在不能说话 娘娘若再说话的话 将会受到皇上的惩处 娘娘 请 平儿 现在谁也保不了你 只有你自己的实话 能够保住你的性命 平儿 别以为什么都不说我们就不知道 很疼啊 是吧 你要不说实话你就会更疼更痛苦 我们公公还要把你关入慎刑司 言行伺候 还要派人抓你的家人 如果想说实话你就点个头 你要是不想说实话 那公公继续陪你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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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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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本宫如今的确十分紧张 不过想必兰贵妃此时此刻 应该要比本宫紧张十倍吧 万岁爷 这是平儿的口供 请万岁爷过目 也不想有关 准备了 您是否宫可 您还是要认识的 您是否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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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苏尔那 他竟敢擅自传口谕 伤害朕最爱的女人 还竟然借机构险后宫妃嫔 朕是胆大妄为 丧心病狂 多怒舌心 皇上 奴才本以为是兰贵妃所为 没想到就是皇后娘娘所为 宁儿 朕知道 你一直想为寇寇报仇 但这件事情 真正的祸首是索尔娜 兰贵妃是假意 在配合索尔娜 她是想让索尔娜 露出原形 这件事 以后朕再跟你详说 万岁爷 奴才要不要把皇后娘娘 兰贵妃娘娘 贤妃娘娘一同传来 当面对峙 不必了 这份公词 平儿书写的这份公词 已经是铁证无杉了 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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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快来人 平儿 平儿自尽了 怎么会这样 万岁爷 都怪奴才粗心 没想到 平儿会自尽 平儿 刘公才 朕没有测怪你的意思 朕只是觉得震惊 平儿 她只是一个证人 为何就自尽了呢 万岁爷 一奴才看 平儿知道事情过于重大 说出实话 难逃一死啊 平儿 又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侍女 她仍然不弄 然 坚持 今日 肯定是 夫人 她的嫁人 请善待奴婢的嫁人